师父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 请问天魔是在天上吗 他们怎么形成的 他们给正法带来那么多阻碍 怎么会在天上呢 天上面要看的呀 他又没说在超出六道了 超出六道才是真正的干净呀 真正的干净上面 天上真正干净是超出六道 他没魔了呀 他就是魔因为在魔嘛 他是在天界呀 因为天界也是属于六道之内呀 六道之内有佛就有魔呀 对不对呀 那么魔性是怎么出来的呢 很简单了 你在人道 人道也是三三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魔呢 对不对呀 那你在天道只不过比人高一点 是一个我们说灵性世界 并不是我们肉身世界 那么在灵性世界 那我问你 你灵性上经常想一个好脑筋 会不会有个坏脑筋出来了 会 那坏脑筋是不是你的心魔了 嗯 对不对呀 因为魔有两种 一种是有肉身的 一种是无形的 一个在人间是有肉身的 在天上是无形的 这个天上无形的这个魔呢 还分成两种 一个叫隐魔 隐就是隐起来 隐蔽起来的 看不见的 在你心中老跟你作对的 对对对对 这是隐魔 还叫阳魔 阳魔是什么 阳魔就是 它显化在天空当中 它可以显露出那种 非常极其凶恶的 它可以 给人家自愈 很多的麻烦的 但是它的形象是变化不定的 就是这样了 哦 隐磨非隐磨 是的师父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